8月26日 四大五蕴的甲河之身 孰能无病 生老病死的无常过程 谁能免除 无病之道无他 只要正物法身 无常之理豪解 只要去忘归真 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 但是有的人得享高寿 到了游进灯干的时候 自然寿终正寝 称为善终 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也有的人正当壮年的时候 意气风发 即思有一番作为 却在这个时候 医生宣布得了不治之症 结果因病撒手人寰 真是情何以堪 因为生死是人生两大问题 所以佛教喊出 了生托死的口号 但是追究起来 了生托死并不是真的不死 而是在生死中 有信仰的力量 可以处理生死 例如满足 忍耐 明理 这都能减少生的压力 再如对未来生命的憧憬 对求生净土的希望 对善因善缘得使来生更好的果报之深信 都能让我们对死亡 对死亡有一些超脱的认知 人要做自己的医生 平常多运动 饮食要节制 生活要正常 情绪要平和等 都能有益健康 总之 死虽然可怕 如果求生意志强烈的人 注意信仰 道德的生活 平时多运动 常保心情的愉快 死也并非不能改善的呀 文思修 了生托死 并不是真的不死 而是在生死中 有信仰的力量 可以处理生死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